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利用周一到周日每天盘中即时 收看我们台股72变这个节目单元 台北股市呢 今天目前涨49点 今天是3月16号 我们看一下今天期货商品 衍生性商品选择权台子期等等 今天要做结算 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三 对不对 那么针对今天要结算 那么不管是个股也好 大盘也罢 未来这段期间你该怎么做估算 我们先看 加权股价指数现在时间是12点整 047秒 那么目前报在8661点 那么即时报价8663 今天要怎么看 今天就这样看 怎么怎么看 什么就是今天要怎么看 来我们看这个开盘 早上的9点05分 加权指数报在8653点 就是一开盘开出来 是不是8653 为什么的几8653 我们昨天在这个节目已经跟各位做报告了 3月15 3月16 昨天3月15嘛 今天要3月16 台北股市就是8654点 如果以今天一天来看 一个叫8654 一个呢 往上 不好意思 29点 29点是多少 是 8683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加权股价指数早上开盘9点05分 是不是直接开出来就在这里 这叫做8653点 就叫做8653点 就叫做8653点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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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3 因为这是81 就是8683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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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样而已 不然你当初要怎么走 重点是 今天油到100分 我感觉是 你收盘还是这样子 那关键在于 那明天呢 那未来一周该怎么看 来看哪里 你看到一个神经病 肖有名 对 10817点 这里台股潜在涨幅 你再看一次 我刚刚说了一个黑白公 现在在说 节目上黑白公 现在是8661 他跟我说 来看测标 叫10817 那最大跌幅呢 不是不会跌喔 最大跌幅 就是观察8654嘛 8654 他如果不够 最大跌幅喔 在8372点 那么潜在涨幅 上看10817 就是台北国时 眼睛开起来 又去2000点 好 那为什么 我们从几个角度 跟各位做分享 我们先看喔 加权股价指数 昨天讲过了 我就不要再附送了 那各位 如果新朋友 您可以上网到 我们公司的网站 然后你就点选 肖有名 你可以把过去 昨天3月15 前天3月14 过去每一天 去浏览 过去每一天 节目上跟各位做的简报 好 那今天吉时 我们先来看喔 为什么今天的高点 包括所有会员 你今天收到的简讯 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 主要区间 8654 跟8683 你以前收到的简讯 是这样嘛 那 为什么是8654 到8683 好 一般来讲 一般我们绝对 多数的一些操作者 股市的操作者 投资者 你如果学技术分析啦 整体上大概开始 是会从形态 对不对 你会学着去看形态 再来你会去学着 什么价量的一个研判 再来呢 再来指标的部分 一定从移动均线开始 当你学了移动均线 你的下一个步骤 一定是KD指标 接下来呢 看我说 我跟这些都没行 你又有一个 就有MACD嘛 对不对 那各位请看喔 如果用MACD 这个指标的一个平价模型 MACD的平价模型 我们把3月2号 3月2号就是这天 这天3月2号 这有的嘛 知道这天3月2号 对不对 那这天 这天一定是保证3月7号嘛 那就是这样啦 不用说了 好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跳空缺口以来 一直到今天要结算 这是加权指出的日K线图 分别把这里叫做1 对不对 我们知道的 这叫做2 这叫做3 好 这个最高点叫做4 这4个点代表怎么样 它要嘎你 嘎到这里 它不能让空头死掉 它能让空头受伤 它也不能死去 因为你没死去 你就继续把它扛 对不对 他后来就继续把它扛 那就是这个样子啊 它能把你扛死了 你明天就不做啦 我这世人没做了 那不可以让你没做了 所以它可以让空头到胸 不可以让空头死去 所以今天就是可以这样 高点8683 下来8654 就这样子 好 那么呢 那为什么今天是8683 为什么是8683 865是你会的嘛 那为什么是8683 你别弄嘛 知道是8683 不然你董哥是多少 蛤 为什么今天才到8681 现在已经8663 我叫做83 我来说 每个人都会错 就是你不可以错啊 结果不行 那就是只能买什么国票 来 为什么今天上看8683 因为很简单 因为长长黑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长黑就长黑有什么要不去的 那你告诉我最高点 这个4是多少 4叫做8777啊 那昨天长黑的低点呢 昨天长黑的低点 难道不是8589吗 所以今天它往上攻 不能让空头死掉 让空头受伤就好了 所以 它今天的高点 你怎么看 这个 这个4 这个是不是5 昨天这个是不是5了 这个4跟这个5 加起来 如果不是8683 我为什么要停止业务执行 这样可以吧 我就这么简单 都不可以 那郭平 你不能错啊 你每天都要做对啊 好 回过头来 你说那如果他865是不守呢 865是不守 最大跌幅 潜在跌幅 我先说哦 那就是8372 一样啦 这个模式你可以看任何一档股票 2498 宏达店都同样 那张都说过了 对不对 都同样 不会做的 怎么有可能会做 他就这么做 不然你怎么会怎么做 我都觉得这人不是他本身的投资公司 自己在那撤来撤去 不然你当作他是怎么做的 来 一样的模式 一样的模式 因为他会看 他会看 你也要会看 人家会看 你不会看 你要做赢 好 1 2 3 4 5 我们先不要管他是谁啦 是谁不重要 这是什么 这是过期 三五个 我们把五个人 把五个人 放在一起做观察 分别是 1 2 3 4 5 过去三个月哦 做交叉比对 这个比对的过程 这个1是谁 这个1叫做加权股价指数 哇 你现在说 人家那个主管机关 在一个月前就说 台股是近期表现最强的 你也帮帮嘛 我肖佑民耶 我跟你说那些 要说什么 注意看 1叫加权指数 那2叫做什么 2叫做谁 2叫做卡斯比 卡斯比叫做韓国 叫韓国 很重要啊 3 3叫做道琼 叫做美国 4叫做像 4是德国 欧洲最主要的 就看一个德国就好 其他不用看 不要浪费时间了 无修相 叫做日本 哇 日本失落了20年 我听你的欧白说 来 看着它 1 2 3 4 5 这过去3个月 对不对 很重要喔 你说这样要做什么 你再看一张图 你慢慢看不起 第二张图 再看第二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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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张图 三个月以来 到昨天截止 道琼工业指数 这三个月 中央跌了三个百分点 OK 台北高市的 过去三个月 跟整截止 中央去五百 台股 还是米国高市 米国是三 好了 再看这个 来 再看这个 注意看喔 1 2 3 4 5 这个 这叫五 他怎么叫做五 有什么叫做五 他叫日本啊 那叫日本啊 你看你失落20年 失落你一颗头 2011到2016 全世界股市涨幅第一名 几乎第一名 你觉得是什么 再看这 这不敢骗啊 叫日本啊 不敢有什么人去美 日本才好去 你把我夾 不啦 第一名叫日本啦 第一名叫日本 美国第几名 不好意思 1 2 3 美国第3名 3 叫做美国道琼 第4名呢 第4名呢 第4名 韓国现在变同位名 台北国是加权指数第4名 好 也就是说这是什么 这过去五年 不敢喔 过去五年喔 所以呢 我把你加上 图表 你会比较容易做判别 再看一次喔 过去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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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五个最主要地区做交叉评比 涨幅第一名叫台股 第二名 我讲的我就负所有责任 这绝对不会错 第二名叫做韩国 Caspi指数 第三名叫做道琼公益指数 第四名叫做德国 第五名就是日经225指数 日经指数 好 1 2 3 4 5 这三个月以来 日经跌了10% 德国跌了5% 美国跌了3% 韩国 没输费 这三个月以来 没起没落 就是激进于0 台北股市涨了5% 那为什么会这么走 因为 过去这15年以来 全球主要市场 以一个为轴心 谁为轴心 美国为轴心 你要看美国英文都摆第三 美国英文都摆第三 这三个月 然后呢 其余大家 就在这个美国 这样上下来回 所以 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 过去这五年 美国是不是同样摆第三 他一样摆第三 过去 过这五年跌幅最重的 叫做韩国 落四% 台北国是这五年 跟藏为止 0 没输而已 就是说 你如果是做加权指数 投资加权指数 五年到今日 理论上 你没输没贏 你没贏一家人 你也没输一家人 为什么 因为这五年以来 台北国是0 刚好五年前在这里 五年后在这里 刚好打平 美股呢 总共涨了42% 全球股市排第二名的 叫德国 日金是涨幅第一名 涨了79% 因为这整个五年大趋势 是走这个样子 所以短期你会发现说 就大家在这里上上下下 所以最后期的这三五位 是落第一名 最后期的第二名 现在白底 倒数第二 刚好反过来 台北股市走最强 短期是最强的 好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看 就要看这张 好 第一个 这是稻穹 既然全球股市围绕稻穹指数 稻穹是不是在这里 全世界大家贴着稻穹 这样子连动 上上下下 对不对 好 所以来看 一种 是未来这三到六个月 美股永远停在这里不动 我永远这三个六个月 我停在这里不停 这是第一种状况 一 不动 美股不动 二 美国股市往下跌 对不对 二 美股往下跌 三 美股往下跌 不然你把我跌 没感觉到第四种 没有啊 一个就是我永远停在这里 一个就是我跌 一个就是我涨 我没有讲错吧 好 所以来看 既然全球股市会围绕 美股上下来回做波动 既然如此 就如同乖离率的状况一样 美国一个是停着不动 然后呢 大家往它靠拢 一步往它靠拢 结果往它靠拢 台湾跟韩国 是不是要往它靠拢 这是第一个嘛 第二个 美股往下跌 大家往下追跌 比如这两个呢 它会往上补涨 第一个是它停在这里 一直是涨 大家一起涨 所以我们用最坏状况 道琼未来三到六个月 是往下跌的 它往下跌 因为它现在去百分之四十二 台北国现在是零 所以评估啦 纵使在最坏状况 道琼往下跌 可是韩国跟台股 预期会往上做补涨 这个交叉点 约略落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所以台股潜在涨幅 我们的算法不排除 乐观来看 可以看到一万零八百一十七点 你说 哇 这样说得不错 说得不错就没用 为什么 重点是 当时要怎么做股票 你不能做得到 你每天一定要有收获的回来 你说 那我该怎么样 有收获的回来 你就每天去买股票 每天要买 你说少佑面 你全中美国 都是老街上欲说的 叫人家每天买股票 对不对 对 每天都买股票 买个一个月下来 就昏倒了 就买了二十档股票 谁叫你这么买 你只要做一档股票 买进 除非你卖出 你不再买第二档股票 任何一档股票 当你卖出了 你永远不能空手 为什么 每天都要有收获 然后呢 每天我已经发简讯 到这里就进场做买进 那你就去买进一档股票 每天都要有收获 永远只持有一档股票 你就会是最大赢家 那该怎么做 我的看法 每天要有收获的回家 那要怎么样有收获的回家 稍待马上下面做简报 欧疼 欧疼 请用预分猪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猪 五分猪 好 棒 棒 棒 每天棒 GIS 智义 康书 万海 钟鸿 强冒 强棒 目击8名 6加6加自动标股系统 025783777 25783777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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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股票变更棒 10225783777 25783777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添 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灵芥 Choose your online 耳排气密窗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旅评险加买付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校旗 外交部住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代电医疗费用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 午安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 所有的朋友一样 帮我一个忙 这是早上加全指数开盘 开盘到9点5分 这是9点控制 今天什么东西都会错 记住 川普会不会错 会 欧巴马会不会错 会 马总统会不会错 会 蔡总统会不会错 会 陈水扁总统会不会错 会 小文明你会不会错 我肯定一定会错 每个人都会错 可是有一个东西 他一定不会错 那么叫系统 系统他只会真实向你呈现 该买你就买 该卖你就卖 你会说 我不知道怎么买股票 你可以不知道 可是有一个东西 他一定不会不知道 因为你就会买 好 来举例 今天早上一开盘 一直到9点05分 这是9点04分 叫做6152 6152叫做101 来 请教你 所有的会员 我不是跟他 所有的会员 请教你 涨停 跳空 再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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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买吗 今天我就不会带你买 对不对 因为它是连续性的跳空 像这种个股 我不会带你买 但是他会帮我们搜寻出来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档股票 第二档 叫3064 对不对 3064 就把它插出来 请教你 我们今天会买3064吗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它开盘是涨停的 再看一次 但是系统不会让人骗 他不会让你骗 他只要发现 整个趋势走多的 走多的 移动军线走多 KD走多 MACD走多 整个价量结构走多 抛物线走多 所有的比对 他告诉你 这支股票趋势强烈多头 要买 他就说一说 就跟你说 跟你说 好 我们就点来看 这个要不要买 不用买 你跳功涨停 他今天是要买什么 早前就涨停 你把它买到太大 夾夾也是涨停 最多啦 那干嘛买它 好 再来 第三档 是不是叫6227 什么帽轮 你问那可以买帽轮 那为什么没有买帽轮 今天也没买帽轮 有什么没买 因为 因为 帽轮在家 就出现买进讯号 你再过去几天 它就出现了 然后呢 昨天是涨停的 涨又是涨停的 所以今天 我会买 这种我也不买 所以只好去买哪一档 你自己眼睛看 你脚强 也买这支 也买这支 是不是叫做3032 所以 百一 因为连续性跳空 涨停不买 3064 因为开盘涨停不买 36227 因为涨起涨停的 没买 所以买到这支 照摆也要摆到3032 所以3032 所有的标股会员 我们是不是炮车就去买 对不对 每天 我已经讲过了 我没有办法保证 保证 一定 涨停 对不对 但是 我们每天 都要有收获的回家 不要多 我说真的 你每一天总平均下来 2%到2.5% 一天啊 你每天 不要 不要说什么 要贪多少 2% 至2.5% 我不管你是10万 你是20万 你是50万 甚至你是100万 你做高票 你一五月就来 你的操作绩效 就是 百分之五十 10万就是变15万 100万就是变15万 怎么做 不用多 你吃2.5% 平均啦 明天再涨呢 不就十几%去啦 不啦 你今天买在这里嘛 最后还满也买在34 最还满34 对不对 你有可能买在33.4到34之间 都有可能 到这里 那你终于五% 走不去嘛 五% 明天再青菜 还有三% 五% 还有十% 每天 有收获的 平安回家 好来 你一定告诉我 小伯母 我们薄汉还没费 还没费 你就抱着啊 所以你就不用买尾讯啊 来 今天是3月16 对不对 你就照着做嘛 3月14 是不是薄汉 这是三月14 59.2 现在还要61.4 阿公 敢有费 不费就续爆啊 就继续购啊 就一路创新高 就继续购起来就好啊 那你没有买的 你今天当然就是买3032 那你有买的 你就不用买 你永远维持一档股票 除非你出了 举例 过去两个礼拜 我就不要再讲了 什么GIS啦 字易啦 中红啦 强帽啦 说不完啦 一直到 那这礼拜开始 这礼拜是为秦雅 然后再来薄汉 薄汉是一号 全体会员就开始买 昨天二号继续买 对不对 那今天买尾讯 秦雅已经卖了 是3月15就卖了 那么如果你有薄汉的 你今天当然就不用买尾讯 你没有薄汉的 那你今天当然就买尾讯 就这样买 然后呢 3032 就这样而已而已 不安装 所以到目前截止 它是有给我们买 掌停板 所以 一样 那么非常 因为节目时间也到了 那很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那如果说您对我们 我们节目中的任何的一些评价模式 你想再看一次的 你可以到我们公司的网站去点写 那么肖尔民再重新看一次 包括我们任何的一个评估的模型 那节目最后 如果说您想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各位 你可以在节目后 打个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 节目最后就和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和家平安 操作顺利 才能赶进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二合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棒 棒 棒 每天一棒 GIS 智义 康叔 万海 钟红 强冒 强棒目击8名 另一家6加自动标股系统 025783777 25783777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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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肯定会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赖赏 变 变 强棒 强棒 限制股股 自动优化 逼开风险 掌握 韩中 互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 变 更棒 025783777 2 7 8 3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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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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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